我跟杨毅是大学同学 那时候在同学眼里 我们也是模范情侣来的 大学毕业 我们结婚 又是别人眼里的模范夫妻 我在医院当护士 杨毅在公司工作 她的收入比我高些 在这个三线小城市 我们总体来说 算是过得不错的那一类 直到有一天 我发现她出轨了 不 准确地说 不能算是我发现的 应该说是她得意洋洋透露的 我不是傻 连诊别人出轨都不知道 真的 我只是太忙了 护士的工作大家都知道 三班倒 本身就忙 回到家我还要弄儿子 儿子七岁了 读小学 她识字 但是拼音没什么基础 刚上一年级 这个拼音真是学得乱七八糟 老师都打了我两次电话了 洋溢 是指望不上的 我公公婆婆 没文化 自己的字都不会写 家里从农村出来的 指望他们教儿子 也不现实 我家里外头两边倒 忙得焦头烂额 更何况我也从来没想过 杨毅会出轨 为什么要出轨呢 别的不说 我这个收入不算太高 但是在我们三县小地方 也还是不错的 在医院里 家里老人们有个头疼脑热的 我带去看爷爷方便 我跟杨毅是知根知底的 高中同学 大学恋爱 毕业结婚 他家里是农村的 比我家这种城市家庭差点 我父母都在体制内 不是大富大贵 但是温饱有余 家里就我一个独生女 爸妈还会补贴我们 论长相 我也不是多美 但是当年读书的时候 也不少人追 生完孩子加上劳累 老了些 但那时跟我自己比 我本来就是娃娃脸 显嫩 以前读大学的时候 杨毅牵着我的手走 同学都笑说感觉 跟牵了个小孩子一样 杨毅高 挺帅 但是因为家里穷 所以有点自卑 我那时候一直宽慰他 我觉得人只要你堂堂正正的做人 单干净净的赚钱 对得起良心 没什么好自卑的 何况他还有高又帅 是篮球队的主打成员 我跟杨毅当年被认为是模范情侣 模范夫妻是有原因的 儿子安安继承了我和杨毅的优点 长得很帅气 是他们幼儿园评比里 最受女生欢迎的小男孩 性格也好 有点像我 万吞吞的 待人温和 总是跟我说 妈妈 你不要着急 我跟杨毅结婚前 我爸妈拿了一笔钱 买了房子写了我的名字 当作婚房 我没跟杨毅要采领哪些 我也知道他家给不起 我琢磨着 两个人过日子 还不是谁有 谁就多付出点 重要的是感情好就行了呗 杨毅结婚的头几年工作很努力 收入也不错 我们就用凑钱贷款买了一套大房子 比我爸妈给我的婚房不远 为了凑这个房子钱 我还把我爸妈给我的金子 首饰都拿去黄金回收了 杨毅在房本上写了我的名字 接了他父母过去住那套房子 入住新房那天 杨毅还抱着我哭来的 说他能把他爸妈接出来 多亏是娶到了我 以后一辈子都要待我好 让我作为别人羡慕 极度恨的那种女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家 我想不到她会出轨 为什么出轨 结果她出轨了 草 我从来没想过查杨毅的手机 行踪 总有男人说你们女人就是爱查男人 瞎扯淡 我们女人闲着没事干是吗 要不是你们不找五六的 家里不管 谁爱查你们啊 你天天工资拿回家 在家带孩子做做作业聊聊天 吃完饭去打扫卫生洗净碗筷 你看看哪个女人没事查你 这些活我们女人天天都干啊 但我虽然没想查杨毅手机 我也不傻啊 她抱着手机去洗手间 一坐就是半个小时 出来还笑眯眯的嘴巴裂的都能塞进去个萝卜 别说我是医学专业出来的 我就算不是 我也知道这个玩法 她那只窗该炸裂了吧 马应龙都救不了她吧 我是那时候起疑心的 但我还顾不上她 我得先把安安的作业搞完 然后把她哄睡了再说 做人妈妈的就是这点 天塌下来了 你都得先把孩子安顿好了 再说别的 等到安安哄睡 已经晚上十点半了 我出来 看到杨毅还在看手机 我一把夺过来 什么这么好笑 让我也看看 杨毅连忙上来夺 但是我已经看到了聊天记录最后一句事 那你告诉她啊 杨毅见我神色沉下来 她也不抢了 大概那时候她就做好准备 想要跟我摊牌了吧 我从来没查过杨毅的手机 所以她也从没删过聊天记录 我看到了完成的聊天记录 小三是三个月前当到她这个公司的 一早就知道她有老婆儿子 但是不在意 小三甜蜜蜜地跟她说 她只在乎她 然后杨毅就被哄得晕头转向 心花怒放 我看了看小三的照片 她比我年轻 也确实漂亮 像那种绽放的玫瑰 艳丽刺人 也十分地会打扮 男人看女人 看不出什么名堂来 女人看女人 一眼就知道 她化眉化妆 有几分功力 我看了一眼 心就凉了 那小三确实漂亮 也确实会打扮 将自己的优点突出的淋漓尽致 更重要的是 她还有钱 我翻了翻她的朋友圈 全是奢华消费 每年几次的旅行 漂亮的风景 漂亮的人 加上文艺调十分浓郁的文案 笑得灿烂张扬 冬天去滑雪 夏天去潜水 秋天拿一片枫叶遮住右眼 春天站在一大片樱花树下捧着花瓣 这玩法 不是一般人家的姑娘玩得起的 别说洋溢 摸着良心说 这要不是我家庭战争里的小三 我都喜欢他 洋溢更是宰得彻彻底底 泥潭深陷 小三不跟他上床 说他家里家较严 没结婚不能上床 但也不是一点好处没给他 给他亲戚摸摸抱抱 总之不是最后一步 别的都可以做 他头天跟他撒娇 说一哥哥 我最喜欢你的 你快点离婚拦取我啊 我想跟你生猴子 第二天第三天就甩脸子 见到他就冷下了脸 你又不离婚 还来纠缠我干嘛 你以为我是没人要的姑娘吗 到了第四天 又跟他哭啼啼的说 要不是我爱你 我在意你 我会这样吗 要不是一想到你又要回家跟他亲戚我我 老公老婆 我会这样吗 你怎么不想想我心里多难受呢 因为你没有我爱你那么爱我啊 杨毅哄他 陪他 给他赌粥发誓 回家绝不碰我 多好笑啊 他一个已婚男人 相信一个小三纯洁无瑕 家教言道不能碰 他一个已婚男人 要给小三守住身子 不碰自己老婆 我是真没想到这个 因为他们总共开始还没三个月呢 我又正赶上安安刚上小学忙得焦头烂额 哪有心思跟他亲戚我我 每天忙完了 只想倒头就睡 毫不夸张 我哪里想到 我家里外头忙得要死要活的时候 杨毅在这跟我玩手身如玉的游戏呢 他也就是生错了年代 要不然苦手寒腰十八年的 都轮不上人家王宝串啊 那一刻 我真的是气得脑袋嗡嗡响 结果更气得还在后头 杨毅说跟家里通过气了 到时候就离婚 小三跟他说 那你儿子怎么办 杨毅说 没事 他妈带他挺好的 你舍得啊 你爸妈呢 那可是孙子哎 别当我不知道你们那儿老一辈都重男轻女 杨毅跟他撒娇 不舍得 所以我妈说了 以后你要给我多生两个 小三嬉戏地笑 那可要等呢 我还年轻啊 不想太早生孩子 我们再一起玩两年 然后再生两个宝宝 杨毅也笑着应他 我心里拔凉拔凉的 寒气透彻心扉 我没想到啊 我公公婆婆 住着我名下的房子 平日里说着把我当亲闺女看待 结果他们儿子有了小三 一见小三有钱 他们连孙子都不要了 让小三再生两个 我的眼泪刷得一下就下来了 我不替我自己委屈 真的 成年人了 谁撑不起点风雨咋的 最多也不就是离婚吗 我不是没了他 杨毅就会死 我有房子 有工作 有稳定的收入 有爸妈 有儿子 没了他 能咋样呢 户口管的户主换成我呗 但是我替我儿子委屈 安安上小学了 每天中午都是去他爷爷奶奶那儿 每天晚上回家我陪睡的时候 都要跟我说说白天发生的事 学校的事 爷爷奶奶家的事 他是个小话牢 跟我有说不完的话 待人也心软 我跟他说 爷爷奶奶每天中午要去接你 给你做饭 也很辛苦的 你要带他们好点 他就真的每天中午回去 都要帮爷爷奶奶捶捶背 一边捶一边问 奶奶 我捶得好不好 晚上回到家还要跟我说 妈妈 我今天又有给爷爷奶奶捶背锅 我心疼我儿子 一片良心喂了狗 这婚姻是过不下去了 我看见杨毅 想到他爸妈 就恶心的想土 那天晚上 我把手机递回给他 说 明天白天我上班 晚上回来我们谈谈吧 我进了安安的房间 抱着小家伙哭了好一回 无声的痛哭 却把安安惊醒了 小家伙摸着我的脸说 妈妈 你怎么了 你哪里不舒服 我万分心疼他 我说 安安 爸爸爱上了别的女人了 他跟妈妈要分开了 你难不难过 安安沉默了一回说 妈妈 我班上的那个好朋友 凡凡 爸妈也是离婚了的 他很伤心 因为他妈妈离婚了带着他 对他不好 总是骂他 我不会的 因为我知道你永远都会对我很好很好 我那一刻泪如泉涌 我说 好 那我们就不要爸爸了 丧偶事欲而对我有无数的弊端 让我对洋溢不满 让我心神俱疲 可以有一点好处 就是安安对我的感情要比对他浓厚多少倍 在他爸爸和我之间 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就选择了妈妈 我亲了亲安安的额头 睡吧 安安搂了搂我 凡凡跟我说 他妈妈离婚以后总是哭 妈妈 你以后也会那样吗 你不要那样好不好 我不喜欢你伤心 我心里一暖 又亲了亲他 妈妈不会的 你知道吗 妈妈最怕的是你伤心 如果你不伤心 妈妈就能开开心心的过下去 安安乌溜溜大眼睛看着我说 妈妈 我不伤心 我今天有一点伤心 但是我明天就不会伤心了 所以你今天晚上可以哭 明天就不要再哭了 我蹭了蹭他 妈妈今天晚上也不会哭了呢 我已经哭过了 安安 就算没有爸爸 我们以后也会过得很好的 妈妈答应你 好不好 安安恩了一声 他还小 过了一回 撑不住就睡着了 我却睡一全无 被儿子安抚了心 我觉得浑身的冷意都少了很多 哭了半夜 哭到头疼 我才睡着 这样子 第二天也上不了班了 我把儿子送去学校 回家继续睡 睡到中午醒来 觉得整个人好受多了 下了个面条 对着发滚的面汤熏了熏眼睛 我开始琢磨这件事 隐约觉得有点不大对头 不是我看不上杨毅 论收入 他比我高 那是因为他在公司 公司收入高 但是没那么稳定 换句话说 这个收入上 他算不上十分出色的那类王老五 论长相 他自然是不错的 毕竟身高车在那 但是如今可不是读大学那会了 他好久不运动了 年过三十 肚子上都有肚懒了 问家庭 公婆都是农村人 没文化 也没什么水平 说话做事属于往人心窝子纳车的那种 而且一车一个准 要不是我在医院工作 遇到不好处理的病人太多 我都忍不了他们 更不提 他还结了婚 有儿子就这条件 我琢磨来琢磨去 琢磨不明白小三是看上了什么 再想想聊天记录 小三围绕的事就是让他离婚 哄的也是让他离婚 不要小孩 图啥呢 就在那时 我不知道怎么就灵机一动 有个念头涌上心头 不夸张地说 那个念头就跟别人塞进我脑子的一样 我一想到这个念头 就觉得必定是如此 我听说过一个说法 有的女人 她当小三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享受从别的女人那里抢夺男人的快感 对方女人越好 对方家庭原本越幸福 她抢夺的快感越强 越兴奋 这就跟小孩子在一起玩布娃娃一样 她不要自己手上的 一定要抢你的 但是抢了之后呢 那个布娃娃如果你不玩 你去玩别的了 她很快也会失去兴趣 丢到一边 我吻了吻心神 回忆了一下我看到的小三跟杨逸的聊天记录 越回忆越觉得像 她折腾她 吊着她 玩弄她 一会冷一会热 这哪里像是陷入热恋的人 反而像是在劈归她 我琢磨了一会 越琢磨越觉得像这个道道 连面条都忘了捞 糊成了一坨 但是我的心情莫名的从压抑变得亮淌了起来 我想试试 看看能不能完成一击必杀 那天中午 我去接的安安 带着她去了她爷爷奶奶家 直接摊牌 我婆婆刚开始还遮遮掩掩的 后来听我说从杨逸那都看到了 也不遮掩了 叫嚷着说 儿子的事他们管不了 儿子乐意取谁就取谁 我瞪着他们问 所以安安对你们的孝顺 都是喂了狗吗 婆婆畏缩了一下 然后又理直气壮的说 这个我们管不了 你要把安安给我们养 我们也乐意 但是放他爸那不行 他爸还得再生马的 我们还会有几个孙子孙女的 不能影响了他们 我呸了一口 给你们养 你们也呸 我低下头抱了抱安安 安安 之前是妈妈做的不对 妈妈跟你道歉 我不应该因为他们是你爷爷奶奶就让你对他们好 有些人 他们老而不死视为贼 对贼 是不用客气的 婆婆立刻翻脸了 你骂谁是贼呢 你别以为我听不懂 你个做儿媳妇的骂婆婆是贼 怪不得我儿子要休了你呢 我气笑了 还休了我 大清早亡了 醒醒吧 您呢 你们干得出 别后悔就成 安安 我们走 婆婆在后边关上门口中还骂骂咧咧的不干净 马上就成了离了婚儿守祸了 还说大话呢 傻子才后悔 你后悔去吧 你 安安回头看了一眼 问我 妈妈 这套房子不是你的吗 为什么爷爷奶奶住着你的房子还这么大的脾气 安安知道房子是我的 是因为我一早写好了遗嘱 做了公证 这些年我在医院 见过太多意外了 有父母出意外了 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一起征财产 不要孩子的 我写遗嘱 就是为了防止我儿子哪天遇到万一 我可以死 他不能没钱用 遗嘱立好了 我就放在家里的文件盒子里 还告诉过安安位置在呢 如果有一天妈妈不在了 他可以怎么处理 我没想过 遗嘱没用上 但是安安记住了 这房子是我的 其实这房子不是 这应该算是我跟杨毅的共同财产 安安这一说 我才想起来这事 我摸了摸他的头 没事 妈妈会处理 安安安 我蹲下身子 你爷爷奶奶这样 你伤心吗 安安看了看我 眼眶里有点累 他抬起袖子擦了擦 还是有点伤心的 但是也没有很伤心 他们不爱我 我以后也不爱他们就是了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看 这道理 连孩子都懂 我心疼的抱了抱他 我不是不能瞒着他 但我不能那么干 有毒脓 就得挤出来 才不会到最后祸害到连肢体都砍掉的地步 人的面对现实 因为现实 是最容易被接受的存在 他再坏 也有个程度 而不像是一个彩色泡泡 一戳就破了 晚上回到家 我安静地做好了饭菜 等着杨毅回来 他一进家门看见我脸上的洗衣就不见了 我不以为其 只觉得自己当年眼瞎 看中这么个货色 我摊开协议 洋溢 房子 这套是我爸妈给我的婚前财产 不用我说 我们后面买的那套 共同财产 你给我 车子 你转给我 我接送安安上下学要用 家里的钱 这么多年买新房 加还房贷 剩下的也不多 账上的金额只有二十万 我也一直对你开诚不恭不曾瞒过 你心里也有数 洋溢动了动 轻轻摁了一声 安安 我料想你也是不想要的 后妈不好当 你那个心甘他也不想做 我也明白 总不能因为安安影响了你们在婚后的感情 你放心 安安以后归我 不会让他打扰你们的 我面色温和地将协议推到了他面前 房车前儿子归我 抚养费也不多要 每个月三千 够安安上行去搬就行 愿意 就签字 不愿意 我们再慢慢打官司也可以的 洋溢急着离婚 跟他的新婚双妻双妃 二话不说的签了字 那时候还没离婚冷静期 我拿起协议 第二天就去办了离婚 从民政局出来的时候 洋溢有些良心发现 他懦弱的说了一句 嗖嗖是我对不起你 我笑了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 没说话 走了 我约了房产中介 给了钥匙 把洋溢婚后买的那套房子低于市场价 百分之十的价格迅速卖了出去 洋溢爸妈要被赶出房子的时候不甘心 要闹 我一面叫了警察上门 一面给洋溢打电话说 让你爸妈滚 要不然我就拿了大喇叭去你们婚礼循环播放你那小三的事 洋溢怎么跟他爸妈说的我不知道 不过先欢有钱 大概他们梦想着能换豪宅 住大房子的日子吧 后来嘟嘟囔囔的虽然不乐意也走了 我笑眯眯的看着他们把东西搬走 觉得神清气爽啊 房子买了几年 升值了不少 卖了之后 我拿到手一大笔钱 看着到手的钱 真的是心情愉悦 有什么比真金白银更实在的呢 我带着安安去吃了顿大餐 至此 我婚离了 钱到手了 儿子归我了 我才算踏实了 我准备开始下一步 我去找了小三 小三面对我很是诧异 毕竟一般找小三 都是是发生了去找 哪有人离婚了以后才去找的 那时候黄花菜都凉了啊 我偏要这时候找 我笑眯眯的说 张小姐 你别误会 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 我纯粹是来谢谢你的 我掏出了一个红包 小红包 就六百六十六元 给您讨个吉利 这么多年了 我好不容易可以离婚了 以前我想要离的时候 洋溢死活不愿意 为了儿子 为了钱 为了脸面 我不愿意打官司 一直离不成 你不知道我有多痛苦 小三脸色不大好看了 他说 听闻你们夫妻感情之前一直很好 是我的不是 我本来没想破坏你们的感情的 我嗨了一声 挥了下手 说啥呢 破坏的好 要不是你出现 我没法这么痛快的拿了房钱车儿子离婚 他净身出户还付抚养费 我简直快乐颠了 说什么感情好啊 还不就是装给外人看的 杨毅就好面子 谁还没有个两幅面孔咋的 小三一副给我整不会了的村列表情 他呆了会才说 我听杨毅说 离婚你哭得很厉害 其实伤害了你 我心里挺难过的 我本已不是那样的 请你原谅我 姐姐 原谅什么原谅啊 傻妹妹 我要是不哭 他哪里那么痛快的把房车钱给我还付抚养费啊 男人嘛 不就那么点心言子 还不是糊弄糊弄大家都好看 他要面子 我要理字 这不两全了吗 我把红包塞到了他手里 不管你信不信 我是真的 诚心实意的感激你的 我以前都以为我完了 就这么被这吸血鬼一家子套牢这辈子了 我没有想过 还有这么快速解套的一天 小三握着红包 神色晦色不明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放心 他对你是真爱 你肯定跟我不一样 你会幸福的 祝福你 我笑盈盈的 太开心心的 轰着小曲走了 我已经看明白了 一个陷入恋爱 就要跟心爱的人迈入婚姻的女人 是不会有他那种反应的 这是个钓鱼的 而杨逸那个傻乎乎的大头鱼 竟然就真的咬勾了 呵 有好戏看了 我带着安安回了我爸妈家 跟他们私下把事情说了 女儿离婚了 我妈心里挺不好受的 但是好在 这世上我真的是没吃什么亏 毕竟杨逸确实赚得比我多 那套房子相当于他补贴我的 不然单靠我自己 没法靠房子的生殖赚这么多 我妈看我想得开 摸了摸安安的头 也就不说话了 不出无所料 当发现我高高兴兴的撤身以后 小三就不搭理杨逸了 杨逸几番纠缠 小三都不理不睬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杨逸妻离子散之后 奔着美好的新生活去的 结果小三不搭理他了 他的大房子 他的豪宅 他的美人梦全破了 杨逸气不过动手了 小三一点不惯他这大病 直接报警了 然后杨逸就被关进去了 钱公公婆婆 在这地方人生地不熟的 连个普通话都说不明白 哭着给我打电话 我听完之后 连忙去了烫警局 小三不同意和解 我劝了一句说 妹妹 玩玩蠢男人 跟把男人送进局子里 名声可不一样啊 妹妹想想是不是这个理 小三神色松动了一下 目光犹豫地看向我 你不是挺高兴跟他离婚的吗 我耸了耸肩 离婚归离婚 他可不能落下什么案底 万一我儿子以后的工作要正神呢 咱也没必要与死网破 不是 我指了指旁边的钱公婆 老头老太缠上你 也够你去办条命的 他们可擅长碰瓷了呢 小三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那边的钱公婆 到底咽不下这口气 让他赔钱 他倒不缺钱 待人家气啊 飘飘亮亮一张脸 直接打清了 出钱我没意见 反正不是我出 我的钱我都已经到手了 让我吐出来 没门 钱公婆不是没想闹过 不过在警察局这里 警察吼了一句就老实了 老夫妻俩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我笑了 这关我什么事啊 我来都是给他脸了 我好心提醒婆婆 跟你说过的 别后悔 出钱吧 杨毅也没少补贴你们 之前我都睁只眼 闭只眼 不代表我不知道啊 婆婆最后没办法 掏了钱 把儿子弄回去了 杨毅出来的时候 小三早就拿钱走了 我见他办好手续了 转身也要走 他跟着我出了警察局 咣当一声就跪下了 抱着我的腿痛哭流涕 诉诉 我错了 我错了 你原谅我这次吧 我恩恶一生 敷衍他 我原谅你了 下次再搞女人 也别打人家了 你爸妈可没那么多钱给你赔 杨毅愣了一下 见我把脚就走 又死死地抱住我 他含泪望着我 诉诉 你看在安安的份上 你原谅我这次吧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让我回家吧 我 我明白了 这是贱没指望了 又想吃回头草了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又看了看旁边同样一脸渴望又可怜巴巴地看着我的前公婆 杨毅 我声音又轻柔又温和 你说什么呢 你看连我们婚后买的房子 我都已经卖了 我们之前的那个家是我爸妈给我的 如今也重新装修着呢 你哪里还有家呢 还有安安 之前我带他找上你爸妈的时候 他们可是亲口说了 无所谓 你还会再生的 我俯下身去 杨毅 你没家了 也没妻子 没儿子了 但是你还有爸妈啊 来 振作起来 不能出一次轨 就把你爸妈送回乡下吧 这是为人子干的事吗 我站直了身体 含笑看向前公婆 是吧 叔叔阿姨 前婆婆熬的一声 坐在地上开始嚎啕大哭 杨毅傻愣地松开了手 我踩着我的高跟鞋 看了一眼这傻眼了的一家子 轻轻松松地上了我的车 凉长而去 杨毅又来找过我几次 可惜连安安待他也是淡淡的 最后一次 他眼眶通红地走了 小三那次被打了之后 就从公司离职走了 后来才听说 小三其实是已婚的 在原公司就很出名 他自己老公出去乱搞女人 于是他也开始乱搞 专门挑这种所谓感情 很好的已婚男人下手 原公司就搞了七八个男人 出了名的毒蛇交际花啊 我咋知道的呢 杨毅不甘心 去小三原公司打听到的 回来了心如死灰 跟他铁哥们喝醉酒的时候说的 铁哥们的老婆是我朋友 扭头就告诉我了 连我家阿九都说他傻 被人玩个团团转 我笑了好久 以至于后面上班的几天 病房里的大妈大爷们都说 哎呦 我们这小护士脾气真是好 每天都笑盈盈的 医院管得紧 只有下午四点以后才给探访 所以上午有空的话 我都会去病房看看 跟大爷大妈闹几句 大家住院都挺辛苦的 我也希望他们不要太影响心情 开开心心点 病好的快点 早点出院 旁边一个大妈问我 小姑娘 你结婚没 有对象吗 我眨了眨眼 大妈 您这也忒八卦了 我离婚了 就前段时间的事 大妈哀悠一声 你这孩子 离婚了咋还说的挺高兴的呢 我嗨嗨一笑 南方出轨 我不能不理啊 好好的日子 不能天天对这个厌烦的人吧 再说离婚也没什么大不了啊 干嘛不高兴 大妈嗨嗨一笑 你这孩子 心态倒好 我嬉戏一笑 所以您跟我学学 咱就这点毛病 不要命 治好了 回去安心养着 长命百岁才好 大妈乐呵呵的塞给我个苹果 我也不客气 一个苹果还是可以拿的 这是大妈的心意 我们病房的病人 待我都挺好 除了一个挺沉闷的小哥 小哥看样子也有三十来岁了 不太爱交际 每天抱着本书看 挺厚一本 书名叫什么跑完核心技术 我看不懂 但是我觉得很深奥的样子 小哥出院那天 我把大妈塞给我的苹果递给了小哥 弯弯了眼跟他说 那 给你的 以后平平安安啊 小哥接了苹果 看了看我说 我叫正好 我愣了一下 我说 我知道啊 我每天给你打针的时候 都跟你核对名字啊 他说 是的 但是之前 我是你的病人 现在我出院了 不是你的病人了 我想跟你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正好 三十二岁 离过一次婚 原因是女方出轨了 没小孩 现在单身 在和平路有一套 在和平路有一套富士 收入还可以 一年到手有三十万 不抽烟 不喝酒 不打游戏 爱看书 爱徒步 你觉得我可不可以追求一下你 我觉得我很喜欢你这样的女人 我傻了 张着嘴半天没说话 她挠了挠头 我没什么谈恋爱的经验 之前的妻子也是相亲认识的 我性格有点闷 但是人还不错 你跟我接触一下就会知道了 今天太突然了 明天下班我来找你 旁边的护士长推了我一下 答应啊 傻什么呢 我呆呆地问了一声 后来我问正好 你喜欢我什么啊 她说 我离婚以后 很是痛苦了一段时间 我不知道自己哪里不好 以至于前妻要出轨一个方方面面 不如我的男人 但是那天 我看你跟隔壁床大妈聊天时 神采飞扬的模样 我突然间 就像上天在我面前推开了一扇窗 阳光洒到我身上 我在那一刻怦然心动 我心想 这样阳光快乐的姑娘 竟然也会遇到跟我一样的事 那么 前妻出轨 或许不是我做得不好 因为这样的姑娘都有人设的出轨 错的一定是男方 我笑得弯弯了眼 把杨毅的事情告诉了她 她越听眼睛瞪得越大 听到最后扑斥一声笑出来 说了句 真是个蠢货 而后摸了摸我的头说 可是我谢谢她 我和郑浩谈起了恋爱 安安告诉了杨毅 杨毅知道后 跑来找过我 虽然离婚了 但她总也是安安血缘上的爸爸 我想我跟郑浩虽然如今只是谈恋爱 但以后也可能会结婚的 因为郑浩跟我真的很合拍 她真的是个钢铁直男来的 嘴斑 但是心暖 无论带我还是带安安 都是真心实意的好 安安挺喜欢她的 两个人还会坐在一起打游戏开飞 无论如何 到时候如果真的要结婚 总也要告知杨毅一声 让她放心 我哪怕再婚也不会亏欠安安半点 她就是我的心肝宝贝 我的命根子 杨毅跟小三失联了以后 没有再谈恋爱 那件事闹成那样 闹得沸沸扬扬 她成了原公司里的笑柄 工作也干不下去了 换了个公司 但是赶上年头不好 那么差的经济形势下 她年纪又大了些 争不过年轻人 找到的工作 收入不仅没收 还叫了一些房子买不起 听说相了几次亲 女方都看不上她 她爸妈也回老家去了 我再见她的时候 她哪里还有以前意气风发的模样 整个人就像条落魄的狗 连曾经俊朗的相貌都没了 憔悴不堪 曾经我将她收拾得干干净净 每天给她搭配好第二天要穿的衣服 给她运烫好挂起来 如今 她衣服皱巴巴的 一看就是全部丢在烘干机里揉成一团拿出来的 那模样 走在路上 只怕没什么人会多看她一眼 我没有开心 反而觉得有些悲伤 我曾经捧在手上 每日都要擦得好好的花瓶 后来被人夺去 扔放了地上 摔成了不值一文的碎片 虽然我也不稀罕了 可是我见过她还是华平时候的美好模样 心里有着淡淡的可惜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我将眼前的咖啡往她跟前推了推 如果太难 安安的抚养费你就不用给了 这是不是我提出来的 是郑浩提出来的 他说 白减个儿子有什么不好 我又不差他那三千块钱 我养不起安安咋的 郑浩这个人心高气傲 看不上杨毅 连他的钱都嫌弃 也不愿意我多和杨毅接触 再加上郑浩是真的赚得多 比杨毅赚得还要多得多 那三千块钱 他也确实不放眼里 其实按照我家的条件 我也不差那三千块钱 我想 杨毅毕竟是安安的爸爸 总也要给他留点活路 杨毅听到这句话 眼泪掉落在了咖啡里 他低声说 我以前没做好 往后也总要尽一点做爸爸的责任 我叹了口气 随你吧 走出咖啡厅的时候 我遮了遮掩 太阳光正好 今天又是晴朗的一天